这老鼠太可恶了 又来偷吃我的食物 我睡觉经常听不到燕猴的动静 有可能是被海浪山覆盖了 昨天晚上还说放过他们呢 我的天啊 装吃方便面 得找个东西把它装起来才行 这个箱子又保不住这些零食 这边的还好 这边的一直没有来烧摇过 这边也放了一点零食 我打算用这个桶来把这些零食给装到里面 这么多难开 今天我要做一个风机灭一下它的威风 我们先去看一下鱼龙有没有收获 哇 哦 废了 盖子都不见了 我天哪 哇 还难吃吗 哇 这条鱼好大呀 哈哈 玩着还挺新鲜的 这个还难吃 这里还有一条这样的小鱼 这条鱼 哎哟 肚子都浪了 没有了 今天这个陷阱收获了三条鱼 还有一条特别大的 都死掉了 这个是捕鱼弄抓的 两只螃蟹 一条鱼 这个鱼不能撕的 有这么凶行的吗 还有一只死掉的螃蟹 这条鱼可能也快不行了 把它放了看看 哎 还能游哎 如果能抓多点的话 把它腌制起来晒鱼缸 但这两条都不够我吃 哎哟 这条鱼今天怎么撕呢 又拿来煮吗 今天我打算弄一个鱼肉火锅 来犒劳一下自己 哇 这个鱼肉还很新鲜 这个先用盐来腌一下 打火锅之前 我想用这个罐子来做一个小火炉 这里面的奶粉有一股味道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火炉 先找底部 这边上好锋利的 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这种炉煮只能烧一些小木块 这里可以加料进去 我们去备一些材料吧 开火锅之前 我打算先去多收集点食材 过程中我收集了野菜 龙珠果 在山坡树发现了难得的野艾草 但我在收集海螺背口的过程中 一个该死的大浪把我的裤子 鞋子都打死了 真的太闹心了 我们把大的木料放在底部 小的放在上面 已经着了 刚刚好 好 这火已经走到下面来了 水开了 可以开出了 这火才叫荒岛上火 这个罐子太小了 再大一点的话非常好 水开了 干嘛老往这边飘啊 哎呀 我打算利用这个瓶子 还有这个桶来做一个捕死工具 这老死太坏了 我都放过他了 他又跑来偷出我的东西 搓几个小洞 就是为了里面的幼儿 味道能散发出来 在这里搓一个洞 穿到那边去 把他搞宽一点 哎这样就可以了 这里面放药啊 搭一个木板给老死跑上来 然后一踩就掉到桶里面去 桶里面打一点海水 不要打太多 刚好能把它腌制就行了 这个就像一个咕噜一样是吧 把这个遗骨头给他放到里面去 就放在这里吧 桶里的水大概打三番之一就行了 老死掉进去绝对跑不出来 因为他前伤湿透的 变重了又变滑了 我们来一起交这页吧 剩下4个快递了 开完这个 还有两天就能把这些快递都开完了 要我们来选一个 7 7已经开了 8 这个8号 这个是灵骑士和东西 一位叫民兵的兄弟寄过来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 折叠刀吗 这位兄弟送了一把锤子 给我送了个锤子 看这位兄弟说啥 这是电脑打的字 天奇哥 敲东西太辛苦了 寄个锤子给你 谢谢这位兄弟送来的锤子 兄弟们我们有锤子了 这一期收获了一批三成工具 现在是十点十方 外面下起了小椅 不是很大 一点点的小椅 哎呀 我们艾草还没收回来 来收一下 这个都给淋湿了 放在这里吧 这里能抵挡着一些小椅 这个椅下的太小了 没多大作用 我这个庇护所能扛着暴雨 我正想他来一场暴雨 可以试验一下我这个庇护所的防雨能力 我绝对有信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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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